一年赚十几个亿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来苏老师这开小灶 给我的企业做一个规划 就是很多人看到的苏颖华是台上的苏颖华 然后我还是更希望大家可以看看生活中的苏颖华 我要跟你聊点个人隐私的话题 没问题 苏颖华老师你几个孩子 我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一个太太生的吧 对 然后你怎么看待婚姻 婚姻是两个家族 各派一名代表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都是股东 孩子是产品 利润就是幸福 那随时都有可能上火 所以婚姻要照顾两个家族的利益 我老婆是我的初恋 我97年进入中章学校 在新生典礼上第一眼看到她 就是因为自卑不敢追 后来到毕业之后才敢表白 然后我们05年结婚到现在 应该18年了 作为女性代表给你点个赞 你有什么小技巧吗 男生要多对女生说我爱你 家里谁管钱 都是我老婆管 因为我赚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都在她的账上 真的啊 应该说都在我的账上她在管 密码都是她的 所以你只管好你的菜园子 对 我只管赚钱 花钱的事不用管 因为真的见到孙允华老师太朴素了 你看表也不带 然后也没有奢侈品 我感觉你就工作狂 每天的飞来飞去 然后看书 种地 对 差不多就这样 你的智慧是怎么来的 这么多年被社会毒打过 结合看过的书 遇到的人 再加上自己的经历 去思考 去沉淀 我很多时候喜欢静静地思考 见了一个人之后聊了什么 那我基本上是 我今年做对了什么 我今年哪里可以更好 那这样子慢慢就会提升 今年其实很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 你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就业难的原因是因为眼高手低 像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可能跟现在不一样 那时候出来的想法是 不给家里人造负担已经是对家庭最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就应该去做小事 然后在做的过程中慢慢去积累经验 像好多人都是无所不知 啥也不会 眼高手低 但真正他的需求跟企业的需求是有差距的 这个话又说回来 可能跟我们当下的教育有关 对 我感觉这个小孩的教育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有天赋 家里又有钱的 那可以选择经营的教育 有天赋 没钱的 可以选择数字教育 没钱又没天赋的 可以选择职业教育 没钱有天赋的 可以选择应试教育 但是这样子会得罪很多人 但你总结的很到位 就是应试教育是给没钱 但是有天赋的孩子唯一公平道路 对 那你的孩子走哪 我觉得让他们自由发展 我在这上面没有给他们过高的期望 但是女儿学习很优秀 对 她学习很优秀 给她一个树立个榜样 然后她自己也会有目标 那基本上也不用我们操心 可能她在成长的过程中 她每个阶段的目标会不一样 那我们发现 她的目标如果说不是我们要的 比如说我要当一个明星 那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要引导一下 我自己做一个女性创业者 就我觉得光选择方向的这个部分 就是一件挺难的事 其实创业最核心的是要找到一个 不可被替代的优势 创造可以被复制的系统 可以发挥杠杆的力量 以达到用更少的更多的结果 心理学上说 你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但是因为我从事商业这么多年 我真的发现一点 你永远都无法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你只会成为别人所需要的人 如果说真的要创业 我给你们的忠告就是 你要发现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客户非常需要 而你的竞争对手不愿意做 做不到 做得没你好了 如果违背的这一点 那都不要去喷 客户是否需要 这才是最关键的 就是身边的客户 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市场有多大 这个市场再大跟你没关系 其实创业真正核心的 其实不是钱 也不是你想不想 而是在合伙了 有没有找到一个核心的团队 哎呀 一说起合伙人这个事 脑子都太疼死了 就是你知道女性创业在过程中 就是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理性思维 我是偏感性思维的 我对人性的这件事 现在成了我在创业过程中最大的bug 很痛苦 因为我们创业首先要赚钱 但钱的背后是事 事的背后是人 商业的底层逻辑 其实就是人性 如果说对人性难捏不稳 那你怎么去管理团队 如果对人性难捏不稳 怎么样去获得更多的客户 人性这一关没有通过 别想当一个企业家 创业基本上夭折的可能性比较大 无论是什么行业 所有的企业基本上问题都一样 产品不好卖 客户不好找 团队不好管 这背后的逻辑都是离不开人性 怎么去人性恋达 首先一点 我们要记住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我自己成功的秘诀 我在03年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 你能成功是因为绝大多数人 希望你成功的结果 那时候我不理解 08年 我听到下半季之后 我才真正明白 别人为什么希望你成功 那是因为 他可以从你的成功当中获得好处 我们很多老板都希望员工听我们的话 我们在管理上经常会发现 我们老板跟员工好像有点对立 员工不会做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他也不会做你要检查的事情 他只会做跟他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 其实换句话说 你要想得到你要的 必须先满足别人所需要的 你只有帮助别人梦想成真 别人才可能让你心想事成 这几句话就好像通了 我08年就是因为这句话突然间通了 因为原来学成功学 都是站在我的角度 就是假如我不能我就一定要 假如我一定要我就一定了 但是你再怎么努力 都是我想我要 你没有考虑到 你要别人也要 只有先满足别人的知识 别人才有可能满足你的知识 因为人心的核心点就是知识之力 我觉得今天我这个来的太扯了 小照开的 这一期内容是最干的一期内容 今天我这条视频谁能领悟到 谁能够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去赚更多的钱 那就是个人的造化了 那是 要一定社会历练的人真正能够听 那你给我们女性点建议吗 女性应该来说花费自己的优势 因为男人跟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在 女人强大之后 她可以不需要男人 对 男人离不开女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 未来可能会变成母性社会 因为你看国家的华丽 不用结婚 女生也可以生孩子 一个经济独立 人格独立 精神又独立的人 那基本上她可以不需要男人 所以要对老婆好 对 所有的男人能够成功的背后 都是因为老婆在走忘乎印 你会发现好多人成功之后 她可能会离婚或者什么 但我见过很多离婚后的男生 事业基本上都会走下坡路 但是为什么女人离了婚之后 事业贼拉好呢 应该这样说吧 可能在家庭里面一个分工 女生的这个能量被淹没 没有放到她的事业上 她可能是围绕着孩子的教育 围绕着这个家庭 是的 承载力会比较强 当一个女人聚焦 做事业的话 那男人是干不过她的 因为女人的直觉天生会比较好 谢谢你给我打鸡拳 你有想过家族的这个概念吗 社会发展到最后 永远都是离不开这个家族 现在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让你的子女 未来能够站在你的肩膀上 站得更高 我忘了更远 比如说给她最好的教育 比如说做好财户的传承 更多的人都在考虑整个家族 就像我们也一样 我们为了激励我们的小孩读书 就以我爸的名义 成立了一个家族的基金会 小孩子读书 考试成绩好 那就有奖学金 那如果说参加社会比赛 或者学校的比赛 能够拿奖 又有奖学金 所以这个小孩子 每年都是拿十几个金牌回家 为啥 因为有动力 经营智慧用到家庭经营智慧了 没有永远的亲情 只要有永远的利益 你们家有明文规定了 有 我们有一个基金会的赞承 这个是我的老婆很有智慧 她做的 特别好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家族宪章吗 就是我们家族的 这个基金会的赞承 你看有智慧的男人 可以带领一个家族腾飞 感谢苏云华老师做客 我们的新贵旺族系列 我们的新贵旺族系列